周星驰很好地印证了一句话 天才一般都是孤独的 他在业内的人缘一直不好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 他对电影过于认真 对他而言呢 一部好的作品更剩于不那么重要的社交 所以他出演的作品 每一部都是会让人重温数十遍的佳作 可就算对自己有如此高要求的他 电影中也存在很多穿帮镜头 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找找看 狗头保命不喜误告 首先呢先来说一说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功夫》 从剧情的设计再到制作 所以看出星爷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和时间 但尽管如此 里面的一些穿帮镜头还是被我发现了 首先第一处也是穿帮最明显的一点 周星驰群战黑衣人 在右边第二层的过道 多了几个剧组人员 看样子还在翻看剧本 难道是怕群演忘词 故意站过去指挥的 接下来周星驰带着肥仔葱去理发 注意看他们身后的瓶子 刚开始两个大瓶子是分开放的 再切换个镜头 两个瓶子放在了一起 小瓶子呢也有两个变成了三个 果然猪龙城寨到处是高手 连物品都会瞬间移位 之后星爷勒索 爆将被街坊围住单挑 其中呢一个大婶出来应战 一拳下去被喷了一脸的血 但转个头脸上的血就不见了 这点穿帮也很明显 下一个是电影的刚开始 鳄鱼帮老大去警局劫狱 当时一个人砸在了牌匾上 注意这时中间两个字都掉了 但是下一个远景 掉的字又回来了 这是要搞哪样 接下来是包租公和包租婆大战火云邪神 刚开始包租婆踢断了桌子 但再切换到了远景 地上却干干净净的 桌子也被移到一边 难道武林高手打架有个规定 在开打之前先清早战场 果然高手都讲武德 虽说呢这部电影有这么多小瑕疵 但丝毫不影响 它是一部经典 接下来再用放大镜看看 唐伯虎点秋香 这是一部很有周星驰风格的作品 在我的最爱榜里能排名前三 但是穿帮的镜头还是要找 华安静升为华府半读书童 这时呢遇到了两位公子的老师 两位进行了一番较量 老师一时气急 拿出刀要斜拼 但却被太师无意的开门杀死 可以看见当时的刀呢 是放在胸口上的 但倒地时刀却跑到了肚子上 除此之外 这部影片就没有其他槽点了 接下来再说说大话西游 这部奉为神作的电影 至尊宝穿越到了500年前 遇到了紫霞仙子 刚开始他的脚上是穿着袜子的 但是在紫霞盖戳的时候 他脚上的袜子不见了 难道这就是皇帝的新衣 真是一双神奇的袜子 下面一个是至尊宝和观音对画 观音画教是从中间点着的 但是拉到远景 那幅画呢变成从边缘开始燃烧 估计是道具师忙的昏头了 忘了当时的火是从哪里烧起来的 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穿帮了 接下来这一幕是电影里最搞笑的一个片段 唐僧被牛魔王绑在柱子上 要杀掉他 可他却和小牛落起了家常 最后身边的小牛忍不住他的碎碎念 上吊自杀了 切换到了远景 唐僧身边的小牛却不见了 是不是因为害怕距离唐僧太近 在被唠叨 灵魂和肉体一起蒸发了 不得不说啊 唐僧的威力 牛都承受不住 最后以九品追骂关节为 常威因为贪图美色 杀了七家上下十几口人 当时来扶命大逃了过去 因此还诞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梗 我看见常威在打来福 我当时看见常威在打来福 然后七家的阿彪就扑上去养常威 然后常威就把狗给打死了 有点跑题了 再说回来 来福被打羹的救了 朝着门外奔去 这时呢 就一看 原本已经去世的尸体竟然动了 是因为前面的打戏太精彩了吗 演死尸的群演也忍不住 爬起来看看 谁知马上就到了他的戏 赶紧躺下也没来得及 看看不要紧 但是这么一看 自己的工作也看丢了 随后周星驰去勘察案发现场 打眼一看 那个替身明显被换了 可能是导演看他那么喜欢观影 就在旁边给了他一个战票 这样就能好好欣赏周星驰的演技了 接下来的穿帮的镜头 还是发生在这一段 常威追着来福打 刚好被心也撞见 可以看见常威身上是有伤痕的 但当周星驰冲到他的身边时 他身上的伤痕便没有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自愈术 真是够神奇的 好了说这么多呢 就是图一乐 希望大家不要叫真 周星驰的电影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内容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别我怕 有我在这儿照你 大人 大人救命啊 救救我啊 你不是说要照我的吗 这已经很搁我面子了 我不在他点你喉咙都咬断了 不在这儿看 还没用 大家 居然 духов Pred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